美国近来试射反导系统 快速的移动导弹连来进行一些演习 我想它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个方面的考虑是针对中国 因为在美国看来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目标 很容易成为中国的打击目标 因此它要试验它的这些导弹防御体系效能怎么样 在英纪紧要关头的时候能不能发挥作用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考虑 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要和它的盟国进行协调 它的很多反导武器系统是部署在盟国 那么它的盟国在发生战事的时候 能不能有效的配合它 它需要检验 因此需要这样来进行移动导弹防御连 包括试射这种导弹防御体系 来检验它和盟国的这种配合的程度 这是它的两个考虑 我想它的这种考虑实际上是得不偿失 因为中国的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 中国不会主动去进攻美国 因此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假想敌 实际上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这样的话使它自己的军费开支上升 这个用于经济复苏方面的资金就会下降 导致美国的国力进一步衰退 实际上我说这是它犯的一个极大的错误 也就是说历来的这个帝国扩张过渡 最后导致自己衰亡的路子是一样的